家里的小孩喜欢吃火腿肠 勤劳的宝妈是坚决不会在外面买的 我教你在家做 原汁原味 肉质鲜嫩 干净又卫生 首先 猪肉选用这种二肥八瘦的前腿肉 切成长条块 再切小块剁碎 手工剁的肉更香 放入碗中 加一勺盐 一勺糖 五香粉 白胡椒粉 蛋清 顺着时间的方向搅匀 再加入葱姜水 注意要少量多次的放 这是肉质鲜嫩的关键 我每天都会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您可以关注我 方便想吃 不会做 还能找得到我 搅拌上镜 接着加两勺红薯淀粉 少许红曲粉 继续搅拌均匀 把搅拌好的肉馅 装进罐肠神器 打进耐高温的塑料肠衣 做好的火腿肠冷水下锅 水开后 转中小火煮40分钟 煮熟捞出放冰水里过凉 这样肉肠会更紧适 这样做出来的火腿肠肉质 是Q弹 营养美味 可以切片吃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我家三个儿子 一次能吃六根 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